各位,大家知不知道,原来太阳对我们的身体很重要的 原来新冠病毒都怕曬太阳的 就算你中了招,只要曬足够太阳 原来有个research 说,可以将你的症状减到最低,救回你一命的 不信是吧? 听听我下一条片讲些什么 各位,大家知不知道原来曬太阳很重要的 我告诉你,曬太阳原来可以防止幻想新冠病毒 就算幻想,症状也很轻微 信不信,听我下一条片 在波士顿,有一个homeless,露宿者之家的一个社区 很多人都在那里露宿住 那里大概有四百多人 用了SWAP,測試抗体核酸疗法 即是烟喉探测法 去帮那四百多人做了一个测试 一发觉,哇,很奇怪 他们说,53.1%是阳性的 即是中了招 50.8%是阴性的 OK? 这件事,如果 我不知道,是不是一个密切的社区 不知道,但总之一半人中 一半人就没事的 而这些人,整天都在那里 那为什么又会一半中 应该一中就全部中了 不要理他了 总之一半中,一半不中 平均年龄就是60岁 白人占了46% 黑人占了33% 亚洲人占了2% Indian 即是美国的Indian 即是Alaska的Native 也有1% 问题呢,最特别的一个发现 就是,他们咳 那些症状 中了招的人的症状 11%有咳 但是,只有2% 是有肺畜 这些全部都是这样的年纪 都不叫做安全年纪 都不叫做安全年纪 都大约50-60岁 症状 症状是很少的 症状 即肚痔 这几个都是新冠病毒 最普遍的症状 症状是2% 那些人就说 喂 为什么你中招的人 这些年纪 怎样的%是这么低呢 就是咳 11% 缺氧 只有2% 其他10% 其他可能是 肌肉酸痛 一些头痛 不是最重要的症状 那些人就在那裏 就找到 为什么 这些流浪汗 应该是 营养不良 和一些 情绪都不会很 高涨 自我印象 可能不太好 飲食习惯 可能也不够食物 为什么他们反而 那些症状 基本上 你看看一半中招的人 即是说 危险 程度 现在说 没有人因为这样死 得出两个可能的结论 第一个结论 就是 他们常常曬太阳 因为 晚上可能会在回堂里被你睡 他们就 睡完之后 晚上就要出街 或者在街上搭帐帐 会常常曬太阳 常常曬太阳 这个曬太阳 曬太阳 曬太阳 是否其中一个方法 原来在西班牙大流感的时候 在美国曾经有人做了一个比较 就是说 将病人抬出去 在帐帐旁边 他们的康复率是最高的 这个可能其中一个原因 他们的死亡率 几乎是没有的 和那些症状很轻微 几乎是等于没有什么症状 11% 你咳 平时我也咳两声 最近都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有些 流感过穴 或过穴 或肺痒痒痒痒 都很害怕的 另外 他说 最普遍的那种 呼吸不够好 只有2% 这些原来一半 中招的人 都是什么 没有症状 几乎是 然后这样的症状 是不是曬太阳 好呢 所以我劝各位 多谢曬太阳 OK 多谢曬太阳 另外 就是 他们另一种 hypothesis 就是说 这些人 长期可能 那个医疗 那个叫做 看医生的机会少 但有可能 他们有可能 有可能 能感冒都不看透 靠身体的抗体 就会回来了 所以他身体的 不同的病 他们可能 真是没能力 的话 他们会用痘疼 发烧 可能有了感冒 有了症状 所以身体的抗体 又比较 strong 所以一来到 你的新冠病 就能完全可以打症状 平时我们的小病就没有看医生呢? 这个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自己比较倾向相信 他那个曬太阳是一个好方法 所以我很喜欢他曬太阳 自己去跑步 因为Dr. David Sinclair 这本书的作者 他经常都说 他自己长寿有几个方法 第一,他吃麦克福门 他吃巴黎露顺 还有NMN 另外就是一个不定时的断食 不定时的断食 第二就是一定要运动 所以我也是运动的 要看我的影片 我自己跑的时候 我都不知道现在都跑得下 六十几岁 如果你运动得好 你的身体 运动的时候是消化糖 这个ACE 就是细胞里面的 专门招呼病毒 进入家里的 那个 那个 我不是很知道的 ACE2 它就是特别 是好客的 即是吃糖多 这个开门的人 是非常好客的 欢迎病毒进入 如果你运动足够 如果消化了 我们的糖 就会更好 好了 多谢各位 今天跟大家讲到这里 OK 我们下期再见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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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哇 把这个阻力太坏了 好